嘿,我是阿图,好久不见 这期视频主要跟大家聊一聊 近期回答了比较多的问题 怎么在国外教中文 这期视频主要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 我怎么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成为注册教师 第二个部分就是 怎么在国外找有关于中文教育的工作 首先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我们科别业语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的大学 学的是Betern of Arts and Education 在Arts里面主攻Chinese Teacher 我的Myker是Economics 因为澳大利亚的人比较少 所以每个老师基本上要至少会教两个课 那我可以教的课是Chinese and Economics 最近的Teachering Approval 允许我在境内教Commerce 其次呢在大学本科的时候 除了学一些比较本体的知识 就是说中文啊经济学的知识以外呢 另外就是在学Education的部分 就是怎么去管理这个课 怎么去设计的课程 在大三大四的时候 Education and Teachers需要去学校实习 第一个实习呢主要是去小学或者幼儿园观察 其他老师是怎么上课的 我们叫Professional Observation的课 接下来的两个实习呢 分别是去准备毕业以后教的那两个课的实习 像我的话我事先去实习怎么教经济学 在教经济学的时候实习学校也会给我安排其他上课的科目去教 最后一次实习呢是去一个学校交一整的Term 大概是9到10周左右吧 去教中文 在去实习之前所有老师的语言需要过关 在我们学校因为每个学校的情况不一样 在我们大学的话留学生需要完成雅四两个七两个八的要求 口语和听力必须是八分 写作和阅读是至少是七分的 那如果是local学生的话呢 他的英语水平至少是band5 band6 就是他们高考的英语平均分量非常高 在实习之前呢 另外所有老师就是international student local student都要完成的考试叫Literacy and Numeracy考试 所有老师的英语的基本表达能力和数学逻辑能力都会经过测试 然后通过以后才能去实习 那考试我印象的是一年有一到两次吧 因为我当时毕业以后才出台的这个新的政策 所以没有经过那个考试 但是经过考试的同事跟我说那个考试不是很难 在毕业以后呢 我又通过了两个教育部门的一个认证过程 在新南威尔士州的话叫NASA 全程我会带到这里 主要是递交一些非常简单的一些材料 比如说像留学生的话需要提供出身公证啊 无犯罪记录证明啊 另外一个部门呢 就是department of education 真正的教育部门 我要递交一系列的东西 我也不记得了 因为这是太久之前的事情了 如果大家很感兴趣的话呢 可以在你所在的地区输入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或者类似的名字 应该会出现一个官网 上面就规定了 你如果要成为当地的注册教师 需要怎样的材料 像有的国家或者说有的地区 它是允许你在中国有教育的背景的 那你就不需要通过这种读书的方式来申请 但是呢 它的申请步骤材料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还是需要通过department of education的官网 去查找你所需要的材料 近期很多小伙伴跟我说 它的本科专业不是对外汉语专业 也不是英语或者中文专业 想要跨专业 想要在其他国家教中文 需要怎样的材料 需要怎样的证书 需不需要考对外汉证书 就在学校里教课的中文老师来说 还是要按照当地的教育部门的规定去看 如果你是想在澳大利亚教书的话 至少还要有一个working with children check number 这个number在当地做驾照的那个部门 就可以去申请 这个number它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volunteer number 申请这个number是免费的 你主要在网上填好资料 然后去做驾照的柜台 跟他说我要working with children check number 而且是volunteer的 他就会第二天就发给你 另外一个是employment number 就是你需要交八十 我印象里是八十二匹吧 然后这个number是可以用以几年的时间的 时间到了就要去训费 所有跟孩子有关的工作都需要申请这个number 主要就是为了证明你没有犯罪记录 这些东西全部approve了以后 在入职之前还要填很多表格 还要通过一些网上的一些training 这些表格包括的税号啊 你的账号啊 因为要在公立学校工作的话 你的钱是department of education 发给你的 不是学校发给你的 所以呢你需要填一张 就类似于工资单的一个号板 上面包括你的银行账号 怎么收款你的收款的地址之类的 那这只要填一次就好了 填完一次你就可以在其他的公立学校去工作 去工作之前跟学校说一下 我的employee那么是什么 他们就可以查到 你的那个工资要怎么付给你 要怎么跟政府报 这都是学校的事情 你只要收工资就好了 网上的training它分为 有的没的 我就会在这里列一个表格 这些training主要是为了保障学生的在小安全 比如说在澳大利亚的话 因为有读的虫子特别多 所以所有的老师都要知道 这些出现概率比较高的毒虫子 有哪些学生遇到这些毒虫子 需要做怎样的紧急的处理 如果学生有过敏情况要怎么处理 有任何的比如说网络暴力 校园暴力还有校外 遇到情况以后 老师要怎么帮助这个学生 要联系哪个部门 要怎么跟家长沟通 经过这些种种的测试 后呢每一次去找公立学校的工作的时候 我在写邮件的时候就会附上 除了working with a children's training number 我的resume以外 还有我的online training的这些certificate 发给那个学校说我有这些东西 你们需不需要我 学校也会一目了然的知道 你是不是符合要求 可不可以来我们学校工作 那在正式入职以后 也有很多的要求 比如说你的这些training certificate 是不是过期了 working with a children's training number 是不是过期了 每一年的professional learning 是不是达到标准 professional learning 包括你去参加一些workshop 去学习更多的有关teachern方面的知识 你每一年是不是observe了 其他老师的上课 在上课的时候可能也要提了一张表格 那每个学校 比如说私立和公立学校 它对老师observe class的这个时间限制是不一样的 所以要在澳大利亚 至少说在新南威尔市中成为一个注册教师 而且是要长期从事教育工作的话 其实还是有的没的 除了教育以外 教书以外的其他事情还是挺多的 而且在学校里面工作 国内老师可能没有这样的感觉 老师是要做duty的 这些duty包括每一天在playground 我要去work around 保证所有的学生的安全 有的没的复杂的事情比较多 但是这里的学生是没有duty的 就像我们国内的小学生 中学生都需要去打扫卫生 值日比较排得满满的 但是这里的学生放学回家就好了 因为有听见工来打扫卫生嘛 但第二部分呢就是跟大家聊聊 怎么在国外找有关中文教育的工作 这里呢我再列我最近用的比较多 而且比较高效的一些招聘网站 在这些招聘网站上只要输入你所在的地区 然后输入Chinese teacher或者Chinese manarine之类的关键词就可以找到你想要工作了 如果你在澳大利亚成为注册教师的话 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收到一份有关工作的列表 就是说哪个学校或者哪个地区需要什么样的老师 需要怎样的要求都会有一份很详细的邮件发给 因为中文教师在澳大利亚其实没有那么精确 所以每次列表上很难看到Chinese teacher的照片 如果数学和英语比较好的话 在澳大利亚成为注册教师以后 会有非常多的工作的机会 另外呢比较建议大家加入当地的中文老师的社群 像我是加入了新南威尔士州教师协会的一个微信群 很多学校需要中文老师的话 他们都会在这个微信群里面发布招聘广告 大家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希望以上的这些回答可以帮助到您 那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